中信兄弟在這個關鍵時刻 決定更換投手 接替上場投球的是 球衣背號18號 轉運手 關大園 中信兄弟投手關大園 在台北大巨蛋舉行引退儀式 來到投手球上 從投手教練王建民的手中接過球 兩個人緊緊擁抱 激動的情緒再也忍不住 今年40歲的關大園 上個球季結束後宣布退休 這晚的引退儀式 在超過25000位球迷的見證之下 他投出了最後一球 也正式與中信生涯告別 同時也告別了中信兄弟 最強轉運手的身份 身為中信少數飛棒球科班出身的選手 關大園從2010年底 透過選手會加入兄弟相 27歲才展開職棒生涯 13年的球員生涯 拿下了46勝25敗 71次中繼和5次的救援成功 一路上陪伴的黃山軍 各守備位置隊友 這時候也逐一和他擁抱告別 投過了一萬五千人的比賽 也投過兩萬人的比賽 在兩萬人面前 講話還是投一次 天賦無法選擇 但努力是可以選擇的 棒球這條路 從來 成功從來就不是一個點 而是不斷前進和學習的線性過程 我們都知道棒球 不是你努力耕耘就會有收穫 但我一直秉持著 努力它不一定會成功 再多堅持一下下 可能會少很多遺憾的精神拼鬥者 我從來不曾有過放棄的念頭 不過有一天終究要放下 關大元在隱退儀式 帶來真摯感人的致詞 分享告別的心情 也感謝球團 隊友 家人 以及百萬象迷 在他生涯當中的一路支持與陪伴 同時也提醒職棒球員們 一定要愛惜羽毛 中信兄弟逆轉的王牌 關大元一次又一次脫帽 向台北大巨蛋所有人感謝致敬 場邊球迷們回應 抱以熱烈歡呼與掌聲 在台北大巨蛋史上第一場引退儀式 就在溫馨的氣氛當中劃下句點 而未來關大元也表示 會繼續用不同的身份為棒球努力 除了協助中信球團培養年輕投手 也將積極投入公益 放球場上的轉運手 第二人生要繼續貢獻社會 幫助更多年輕選手們逆轉人生